台风苏拉沽29日后往台湾靠近对台影响程度待评估 中央气象局25日观测 目前海面上有两个台风 预估第9号轻度台风苏拉持续增强 短期内往南后再回头 影响台湾程度待评估 另一个25日凌晨形成的轻度台风单瑞则距离遥远 对台湾无影响 根据气象局最新台风消息 台风苏拉预估短期内会向南逐渐远离台湾 在菲律宾东方海面上打转 29日之后苏拉再往台湾靠近 但回头后的路径还无法确定 气象局表示 目前路径预测显示 苏拉可能扑向台湾 也可能从台湾南方的巴图峡通过 无论哪种路径对台湾都会有影响 但影响程度待评估 数位部9月首次演练灾难漫游 确保紧急状态行动网路仍可用 数位部为强化通讯任性 9月21日国家防灾日大规模震灾救灾动员演练 将首次进行小规模灾难漫游演练 10月20日配合消防署 规划验证公共安全与救难应变 PPDR通讯系统 提供警销人员测试使用 数位部长唐凤也宣布 推出政府短马简讯平台 未来公部门可透过111这组专属特定号码发送简讯 方便民众一眼辨明 平台预计9月底事半 数位部优先询问有意愿的中央部会机关参与 蔡总统9月5日出访史瓦地尼赫建交55周年陈其迈随同 总统府25日表示 今年是台湾与史瓦地尼王国建交55周年 也是史瓦地尼独立建国55周年 总统蔡英文9月5日至8日将专机出访史瓦地尼 判达成同性两国邦誼与促进永续合作的目标 另外 高雄市长陈其迈也将随团出访 判推进与史瓦地尼首都姆巴巴内市结交为姐妹式的进度 川普赴监狱盗案20分钟后焦宝深皱眉头拍下历史档案照 美国前总统川普24日前往监狱投案 罪名是非法密谋推翻乔治亚州2020年的总统大选结果 他只花20分钟完成道案程序 留下了历史上第一张美国前总统的司法档案照 照片上川普身穿海军蓝西装 系着红色领带 紧皱眉地盯着镜头 川普一再坚称自己没有做错任何事 同时表示指控他推翻选举结果的起诉是在嘲弄正义 川普在社群媒体X转发自己的司法档案照 照片下方写着干预选举和永不投降 除了川普 法新社盘点9位曾拍摄司法档案照的名人 包括前美式足球球星星普森与英国隐星修格兰以及美国高球巨星老虎伍兹等 核处理水入海后首艳海水寒川浓度东电说 低于标准值 日本福岛第一核电厂的核处理水24日开始排放入海 东京电力公司于台湾时间25日下午30公布核处理水排放入海后 核电厂附近海水的寒川浓度检测结果 确认川浓度低于标准值 中国部分地方抢购食盐 盐价出现波动 多地紧急通告规范食盐价格 若串通操纵市场价格最高可罚人民币500万元 约核新台币2150万元 旅居荷兰的中国核能专家李建盲24日在微博发文引述多项科学数据 指辅导排放的核废水不值得担忧 但不到三小时就遭删文封号 船曾考虑取消台湾F-16V战机订单美国务院否认 对于美国政府去年一度考虑取消售台F-16V战机订单的传闻 美国国务院指出 美国强烈支持台湾改造老旧的F-16战机队并取得新飞机的努力 这一传闻并不正确 美国国防安全合作署DSCA24日宣布 美国国务院已批准一项对台军售 将出售F-16战机红外线搜索追踪系统IRST 与相关设备 预估总额达5亿美元 这是美国总统拜登 周拜登上任后对台的第11度军售 两立方周期轨道运输列车遭涂鸦警署说 离清有无关联 继台铁新自强号列车遭人涂鸦 台中捷运及高雄捷运列车也被人恶意涂鸦 引发关注 警政署指出 将深入离清有无关联性 并通知辖区警方加强巡逻 台中捷运公司25日表示 24日晚间有两名可疑人士破坏高铁台中站围轨区临台铁新屋日站轨道侧的围离 入侵轨道并对停放于围轨区的备用捷运列车进行涂鸦 中捷公司指出 两人停留约15分钟 中捷工作人员发现列车遭涂鸦后 除报警处理 也立即派员检修列车 经检修后确认列车车体未遭破坏 列车设备皆正常 高雄捷运大辽机场与北机场25日凌晨进行营运前列车整备时 司机员发现各有一辆列车被恶意涂鸦 高捷公司立即报警 并表示待警方追查到案 将依法求偿绝不宽待 继台铁新自强号列车遭人涂鸦 台中捷运及高雄捷运列车也被人恶意涂鸦 引发关注 警政署指出 将深入厘清有无关联性 并通知辖区警方加强巡逻 中秋国庆二廉价接力到国道高承载管制与免收费时段一次看 今年中秋节廉价有三天 国庆廉价为四天 只相隔五天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25日公布国道疏导措施 中秋及国庆廉价 每天零至五时 国道都免收通行费 假期间实施单一费率 并于国三新竹系统至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再八折收费 另外 假期中都会实施高承载及封闭扎道等管制 加班费五大违法样态强迫换补修与未满一小时不给钱 劳动部25日举行例行业务报告 劳动部劳动条件及就业平等司司长黄维琛会中表示 根据劳动部统计 去年违反加班费的裁罚案件有1883件 总裁罚金额高达新台币6200万 五大家班费违法样态 包含强迫加班只能换补修与加班未满一小时不给加班费与公司仅以本薪或底薪计算加班费等 黄维琛提醒雇主注意 22岁退伍士兵徒步环岛灯外媒判全民关注中共威胁 22岁的退伍士兵蔡棕林身穿迷彩服于手持塑胶步枪 在台湾徒步环岛已经一个多月 在两岸关系紧张之际 他希望借行动唤起民众对中共威胁的关注 提高全民抗敌的意识 路透社报道 上周中国再次在台湾附近演习 这次是为抗议副总统赖清德出访巴拉圭往返途中过境美国 以徒步环岛900多公里的蔡棕林告诉路透社说 我们知道 如果这种情况 来自中国的持续威胁 继续下去 情况不会好 我希望人们做好准备 在目标明确下为战争做准备 每个人都应该知道谁是敌人 开箱老照片无可挂扭夜宿中校东路 1989年 民国78年 8月26日 为抗议防价部合理飙涨 无助务者团结组织发起万人夜宿中校东路行动 夜幕低垂 数以万计的民众带着草席与野餐店涌入平日车水马龙的中校东路 现场被挤得水泄不通 晚间无可挂扭一个接一个躺在当时地价最贵的中校东路 以天为牧与以地为席 露宿街头控诉房价不合理飙涨 以及政府纵容财团炒作房地产 这是台湾首次出现关于都市议题的社会运动 也开启居住正义运动序幕 以上是今天的重点新闻摘要 每日六分钟 掌握天下事 中央社早安世界 明天再见